Hello,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我就想讲一讲这个主流的队伍 尤其是T0.5级别的队伍的一个简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考验一个这个up主的经验 以及这个战场上的一个积累 所以就是大概来讲一讲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 先讲一个看到的这么一个图片 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那个开荒助手的app上 大家都在测什么样的队伍 这就是相当于大家一个探索探讨的一个热点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比较热门的队伍的一个分布 那么魏国的普通骑兵 魏国的相兵 大概率呢就是魏法骑 在没有军民之后该怎么配 大家一直是非常关注这个点的 那么带什么样的技能 带两个奶好 带不带相兵 这都是大家的一个讨论的重点 按照我的理解 反正呢 这个带 带相兵是肯定要带的 然后相兵是可以替代一部分居民的一个作用 那么成育我的建议最好还是勇者加为数相见 那么至于带一个奶还是两个奶就不要看自己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魏国的虎豹旗大概就是王恩基所有所带来的一些新队伍 那么蜀国的骑兵 肯定就是跟血刃的马超相关了 吴国的西凉铁骑 那大概就是 简配的孙上香 大概是这个样子 群的相兵 群的相兵能玩什么呀 能玩元术吗 元术的风势阵 元术的风势阵是非常需要一个技能的 就是折冲玉乌的有那个技能和没那个技能是两个队伍 那么双合剩下四个战法 一个是风势阵一个是大象一个是折冲玉乌 还有一个技能随便带 这一般就是元术的大象的一个玩法 然后多阵营就先不看了 然后骑兵就说完了 然后工兵工兵的普通工兵肯定是测什么呀 测以入宫为主的架子 包括天王宫为主的架子 然后呢 带一些新战法 比如说雪人孙权 包括各种各样的入宫的简配 然后吴国的紧帆军同样是这个样子 吴国的紧帆军的入宫同样是 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在整体的一个配的过程当中 其实实战还是检验队伍的唯一标准 可能队伍差距平分差距可能差个一两分 没什么太大的差距 但是在战场上呢 其实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尤其他的打击面是不断变化的 到底带不带当风吹绝 兵无常事啊 谁带兵无常事啊 然后带草船啊 还是草船刮骨都用啊 这都是一些问题对吧 所以大家会普遍喜欢用软件先去测评一下这样的微弱的变化 无能飞军的鼠工 当然就是因为鼠工现在不景气 大家想减配了对吧 吴国的无能飞军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就是也是天王宫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想减配或者是想玩这个雪刃的孙权之类的都可能会想组这样的队伍 群的无当飞军 那就是SP出具的无当飞军的一些队伍 包括白马一丛的队伍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 大家都想先用这个小软件先来测一下 那么这个也是我之后想玩的一个重点 就是研究一下群工啊 大概看一看 然后盾兵盾兵就是县阵营的蜀国 那么就是桃园的减配问题 然后呢 魏国的藤甲兵就是司马顿的减配问题 大家都想用小软件先测一测 枪兵 蜀国的普通枪兵 蜀国的大吉士 这都是热点 到底带不带升旗灵敌啊 带不带大吉士啊 寄生阵给或者不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啊 这都是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个点 那么为什么要讲减配呢 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在我理解这是一个特别辩证思维的一个东西 想要有一个新的队伍 新的强队的产生 新的主流的队伍的产生 那么必然就会影响到 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主流的T0.5的队伍的一些配置 那么只有把现在的这些主流队伍的配置降下来 才能产生新的队伍 包括雪人的孙权 包括草船的孙权 包括群工 以末法工为首的一些队伍 那么想玩这些队伍 就必须得先研究减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一些队伍的减配 它的历史意义 它的作用 比产生新队的意义更重要 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其实玩这个草船孙权 A兵种的鲁肃 还不带当风吹诀 其实这个队伍表现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鲁肃的A兵种还是有点拉酷 那么我曾经一度想 重新去玩这个赞币的桃园了 那么是什么样一个原因 去让我不去拆掉草船孙权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刘备 刘备是可以 刘备亲自在机行镇这样的一个鼠盾 比桃园来说差距不大 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吧 那么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 已经三四个赛季经久不衰的一个队伍 就是鼠工的一个问题 那么鼠工的标准配置是什么 就是多魂碑蛇 太平武当 八门英城 这么一个配置 那么这是标准配置 那么顶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诸葛亮 诸葛亮带上八门加上草船接舰 我看到有一个什么 天梯表格之类的 说是一个顶配的 鼠工是军民加草船 那就是纯鼠方批对吧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鼠工里边 八门跟多魂的配合是 比军民的减伤要更加重要的 大家可以亲自去试一试 不管是什么阶段 你可能是开局阶段想玩顶配的输工 你会发现顶配的输工 其实并不是军民加草船 而就是统帅加点比较高的诸葛亮 带上草船接舰 再加上不变的是八门金锁 那么这是标配和顶配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队伍呢 其实表现是 怎么说呢 前期的红利 开局红利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队开始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随着大家科技都点上来了 队伍越来越多了 会玩一些这个桃源 虎尘这样的队伍 这样队伍一出来 这个队伍的红利就没那么足了吗 那么这个队伍大家都想的是 要不要减配 那么首先要讲的就是 到底是选择诸葛亮 还是选法证呢 这个首先要看个人的一个 卡牌的一个问题 像我 我是诸葛亮是一红 然后法证呢 是满红 缺一个红点 那么像我这个号来说 我已经测试过很长时间了 那么就是法证更好吗 那我带的是标准技能 带的是躲昏背蛇的 其实所有的技能都是标准的 那么这个队伍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队伍就是 打什么队伍 他的兵损都稍微有点大 比如说拿这个去打无枪 拿这个队伍去打天王宫 打各种的法刀队 他的兵损是比诸葛亮是要大一点的 但是这个队伍的优点是什么呢 这个队伍的优点就是 法证在有了这个百战兵输之后 这个法证 它是这个队伍变成了一个三代体系 那么三代体系的话 它就是相当于打很多队伍都是能更加稳定的 比如说打护尘 我先说这个队伍不管打什么队伍 旁统发动零次肯定是打不赢的 对吧 旁统发动一次 可能会打到五五开也可能赢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发动两次之后 大概率都是优平以上的嘛 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你再打桃圆 再打虎尘的情况下 你有的时候你的旁统就是发挥不起来 就是可能他的发动是在第四回合以后了 那么在这之前想要让他扛过前四个回合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证 法证带的是一一代劳 那么法证的一一代劳在我的理解里面 假如说法证一一代劳发动一次 扛住桃圆 扛住虎尘的概率就不太大 但是呢 假如说法证的一一代劳发动两次级以上 有的时候发动四次 打桃圆打虎尘都是非常的稳定的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法证的优先级 他的优势是比诸葛亮是要高的 我们知道诸葛亮的主动这个自带战法 他实际上是一个打断所有的主动战法的一个技能 相当于和威慑 相当于一个主动战法类型的一个城谱 那么我们就是选择不同的辅助类型 法证实际上不能讲比诸葛亮差太多 另一个方面 打到后期 打到大家都有五个队伍了之后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大家喜欢用司马顿或者是五风张角去打鼠工 鼠工看着腾甲一般是不躲的 对吧那么假如说你的姜维是想带火制原疗的 那么你想带火制原疗就是逆兵种去偷一下对方的这个腾甲 当然你不带火制原疗 你带背车轨车其实打腾甲也是有一定的胜率的 那么假如说你想带火制原疗 那么这个队伍假如说就是诸葛亮的标准配置的话 那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单代阵容了 那么这个队的强度就会相对的较差 你但凡想后期再把背设鬼车换上火制原疗 那么法证绝对是比诸葛亮好的一个首选的问题 那么或者是你包括还有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射击工想用背设鬼车 你的卫法棋想用背设鬼车 包括群工想用背设鬼车 那么鼠工想要减配背设鬼车是一个减配的点 想让将为不带背设鬼车 最好的搭配就是带法证 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了法证就是身本不好嘛 法证会经常自己掉下掉的非常多 那就是法证的缺点 那么假如说在这个基础上还想减配呢 那么说实话就是不太行了 比如说现在的研究重点就是群工 我想玩群工的话 我想让群工的强度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么八门金锁就是必须要给到群工的 那么让鼠工去带预理屏障 这个差距就特别大了 内战是一定不能打的 当然你去打一些法诗 其实还是有一定强度了 那么假如说不带太平道法 不带武当飞军这也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旁筒带上白煤加上微谋弥抗 白煤加上燕竹风飞 白煤加上刮骨撩毒几个类型的 这种对我都试过 这个地方旁筒的减配 想用白煤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白煤有的时候 白煤加上刮骨这种的技能 有时候反而比标准的配置还要好 那么至于江维 比如说我想把夺魂加背车 给到SP竹筋 给到这个袁绍 那么夺魂加背车换成军略加火炙 那么这个队伍就基本上没法看了 那么就是你的玩的主要的重心 就变成了群工了 不然的话夺魂加背车 还是尽量不要给出去的 大概这就是鼠工的一个配置 那么再来讲这个鼠盾的一个问题 鼠盾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现在这个赞币其风 要给到草船孙权 那么玩草船孙权的话 必然鼠盾就会有影响 不然的话 鼠盾来讲 赞币是必须品 那么通过最近一个打战报的 一个情况来看 好像这个刘备带金星战 这个队伍强度也是非常的够的 绝对是比什么呀 比那个刘备带屏障的那个桃园 要好很多很多倍的 那么屏障的桃园 我基本上 那么说呢 打三场 虎晨要翻车一次 打这个鼠工 也基本上是打三次 要翻车一次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队伍基本上会翻车的概率稍微少一点 那么这个队伍的 关键点是什么呢 这个队伍比起标准的桃园的关键点就在于 威谋弥抗 那么桃园 威谋弥抗发挥一次 发挥两次 可能都可能会取胜 或者是优平 但是威严这个威谋弥抗 你发挥个一次 这个队伍是绝对会输的 发动两次三次 是必须的 假如说是只发动一次或者零次 这个队伍 都会比较拉库 那么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还是赞币的桃园要好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减配是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 这个样子的话 鼠顿就摆脱了对于赞币的一个依靠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这一种减配情况呢 大家基本上要玩的几个点 就是假如说没有刚用无钱怎么办 没有刚用无钱 我是非常建议玩这个虎卫军的 虎卫军暂避其风 关羽带的是 纵鸣截略加上威谋弥抗 张飞带的是机刑刃加上洛凤 就是打一个多一点控制的这么一个队伍 假如说没有威谋弥抗呢 那直接换成纵鸣截略 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假如说是没有机器堕归 那么这个队伍就是标准的赞币加现阵的来说 好像现在来说表现就比较差的 一个是这个现在虎尘弓还是特别特别的强力 那么带上了绝地反击 打虎尘就是冰水会很大 然后也不稳定嘛 然后打鼠工好像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还是同样的建议 就是玩虎卫军的桃园 那么假如说是不带关羽 带的是魏延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威谋弥抗的发挥 那么赞币加现阵营的那一个鼠盾 带的是魏延 威谋弥抗 绝其其道 张飞是刚勇加基奇 那个队伍就是同样非常依靠 威谋弥抗的发挥 因为他少了一个机型阵 那么这个队伍表现实际上是不太好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队伍尽量是不玩的 还是尽量玩标准的桃园 那么讨论减配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跟这个标准配置的一个比较 这个东西说比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你说这个队伍比标配的好 或者说这个队伍比标配的差距大不大 这个问题不是一张两张战报能够说清楚的 这个第四五十张战报能说清楚都不容易 我当然呢 我感觉这个工作就太繁琐了 来举例去论证这个问题 去收集很多战报 我觉得就没大有意义 所以我就只能 我收藏的不多 那么就是大家简单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平吧 打一个天王宫 打一个标准桃园 能到这么一个程度 你看看就行了 反正就是你可以说这场 我这会被谋逼抗发挥四次爆表了 但是这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 他能打出来这样的战报 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调战报什么样子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战报展示 展示再多也有人不会去信负你 那么我说这些话 我都是觉得 有利可寻 或者说 尽管我拿不出来特别多的战报 但是我觉得我说的东西绝对是有信服力的话 我才可以说 包括大家之前在评论区经常问我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的 我就说不知道 说不准的 就说不准 对吧 我能说出来的话 录下视频来说这样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信服力的 所以说这个刘备在进行阵 我就不再展示了 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么个情况 那么第三个要讲的就是虎晨和吴奇 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吴奇的问题 吴奇我是不建议做任何的减配的 我们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我每个队伍都会尝试做一定的减配 包括那个选任的天王公 我就特别想 比如说我就不想草船跟刮骨都放到一个队 我想用草船加上整装待发 我就试了 就是减配减不了 那么吴奇同样也是这样的问题 减配减不了 你最多就是没有卧星长展用个纵命戒略 这是唯一能减配的问题 假如说不是这样 你做任何其他的减配你的强度就是不够的 你的打击面就是会有变化了 那么你想让你的吴奇就只打桃园的话 你当然可以不带盛起灵敌 不带这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说你的周菜带什么畸形阵 带这个风使阵 孙赏香带裸衣雪剑 加上什么百气坚营 这种队伍我都是非常不建议去做的 你但凡动了这个心思 说明你就不适合玩武器 你适合玩虎尘 对吗 那么虎尘就特别有讲述了 虎尘就必须 首先剩七加上横草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甘宁还可以带一个技能 带的是必须及需加上破军威胜 那么破军威胜是比必须及需要好很多的 那么假如说有了破军威胜的情况下 太史词就没有必要再带两个破防了 就是折冲跟完工都带 那么可以带一个 当风吹绝 当然了 当风吹绝的那就是超级顶配阵容了 那个超级顶配的虎尘 我觉得强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 如果给不了当风吹绝 给一个这个苏城契利 给一个暴力无人 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也就是说 比起大家最开始玩的那一套 有必时俱需的 这个虎尘弓来说 那么破军威胜的加入 让这个队伍又加了一个输出技能 就太史词可以带一个苏城契利了 我觉得是 现在来说 虎尘还是玩起来比较顺手的一个队伍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我必须就是再去讲一个盛气 加上横扫还可以给谁玩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队伍 就是 关羽 关妹 加上魏妍 然后呢 关一平带着盛气零级 加上横扫前军 然后这个队带的是机兴阵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主流的玩法 那么就是说 我不玩桃园了 我去玩这么一个盛气的一个队伍 那么 首先你要保证这个队伍的这个强度 是可以超过桃园 并且也是可以超过虎尘的 你就可以这么玩吗 但是这个队伍 首先这个人 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个监熊玩家 他的组队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大家是我 我必须得先把这个点说出来 这是人家满红 有监熊 想怎么组就怎么组 不然的话 好像还是这个桃园 包括魏延的鼠盾更好一点 我先说我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队伍打一些主流的队伍 这个队伍 首先来说 这个在方法论上来讲 从博弈论的情况来讲 这个队伍 打无旗没有问题 打虎尘没有问题 我没有收藏那样的战包 但是我之前见过 就打虎尘 逆兵中打虎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这个在博弈论上来讲 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主要就是寄兴阵 寄兴阵 对于桃园也是必须品 对于这个队伍也是必须品 那么这个队伍这么组 那么就会影响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共存的格局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假如说组了这个队 这个队伍很强 包括打很多法师队 这个队伍的空起来 然后输出起来也是爆炸的不行 这个队伍也很强 那么 一定要考虑的就是共存问题 这样也是一个选项 我就是说 我是要把鼠强是来拆分开讲的 带胜器的鼠强讲一类 然后不带胜器的鼠强再讲 之后再讲一点 那么假如你是这么组的话 那么你的虎尘或者是无奇 两个队都没法玩了 所以呢 你的周泰就只能看仓库 或者是去玩三十旅步 人家兼熊玩家 人家的速攻流队伍 就不需要无奇和虎尘 人家就只有一队兼熊就可以了 所以人家可以这么组 但是 普通的玩家来说 这么组 其实是感觉好像收益不是特别大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那么 对于鼠强 包括鼠齐 我们再来讲这个话题 那么鼠强鼠齐 鼠强这个队伍 你要是想玩 就得玩带机兴阵呢 不然呢 这个队伍就是第五队以后的一个水平了 像我这样 我就玩了一个比较花里胡哨的 关羽带的是 卫国的宝物 然后张辽带着群的宝物 然后这样的一个队伍就是一个纯武开的队 这个纯武开的队 跟标准的鼠枪 带大吉士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就是武开 反正不带机兴阵 我是要玩这个鼠盾或者桃园的 我觉得鼠盾桃园的地位是更高一点的 那么这个队伍 比如说我是 关羽张飞 关羽张飞加上魏妍 关羽张飞加关羽萍 这些队都没有问题 重要的就是机兴阵 机兴阵 假如给到这个队就很强 假如说你不带金盛阵 你带的是奇迹良谋 那么这个队的表现就是进不了前五队的强度 就只能当第六队来耍 那么盛气 那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不带盛气的 不带盛气的 那就是少了打虎尘的一个打击面 就是跟主流法师能一换一的一个强度 那么打出来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换一了 当然了这场就是悲然暴头了 他这是一个孙权棋 然后这个队伍也是老牌强队了 对吧 这个老牌强队也是完全不能减配的 不要妄想给这个队再减配 这个队就是这个样子 在我的理解里 这个鼠枪假如说是没有盛气的那种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输出 所以有的时候感觉 魏延这个在这个队就只要是戴上魏延就会比较远 如果说用马潮的话呢 就需要用裸衣加虎具 当然了你用裸衣加上其他的什么战法 加上雪刃之类的 就是偏一换一的一个强度了 假如说就是关羽加上官媚加上马潮 雪刃的马潮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给激情镇 不然的话强度也是非常的一般的 我的理解啊 就是没有达到经验的程度 没有达到进前五队的一个强度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先下个定论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下一个话题要讲的就是藤甲 藤甲 我是之前试了一下那个标配的泰卫顿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 这个组泰卫顿的一个强度 跟组这个设计工的一个强度 肯定是设计工要比泰卫顿要强很多很多的 那么我那天特别特别的惊讶 这个泰卫顿的原作者过来跟我吵 然后说不要轻易否定他的队伍 那么我给出了结论 就是假如说是给需要 这个队伍必须要刮骨的话 那么这个队伍是绝对是不会比设计工要强的 我们玩这个 不管是泰卫顿好招顿或者是五风张脚 你主要就是要打的就是兵刃 那么你但凡想要给到刮骨疗毒 那么你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稳吃鼠工 稳吃肉工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我之前在那个视频里也讲了 打一些非常工具人的录训 其实表现也非常的差 那么这么来说 这个刮骨就是不太值得的 能组射击工 能组天王工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去玩刮骨的司马顿 那么司马顿和这个五风张脚来比 司马顿 首先我感觉 首先司马顿一定是司马懿做主将的 给不给凤世镇都可以 给的话肯定是更好 但是呢给司马顿 假如给了凤世镇的话 肯定是强度不够的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玩五风张脚 五风张脚标准配置 当然大家知道了 就是把现在的这个进化 我现在这个进化换成刮骨疗毒 就是标准配置 当然也得用识别三日了 我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司马顿被爆头的几率 还是更高一点 就是有凤世镇的情况下 被爆头的几率要高一点 五风张脚 首先袁绍的身板更好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凤世镇 让他更加容易被爆头 然后呢这个队伍他还有 这个袁绍还有一定的脚系 那么我感觉啊 我这个同样这个想下这样的结论 也是需要大量的占包去佐证的 我也没法找这么多占包 同样也是我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啊 袁绍这队好像是比司马那队的 呃 稳定性要好一点 纯从打病人来讲 那么我现在就是这个队伍多带一个进化嘛 多带一个进化 少带一个奶 我觉得这个五风镇的小奶 加上金山秘书的奶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不带刮骨疗毒 我是不带整装带罚的啊 整装带罚对这个队伍来说用复不大 我就带的是进化 保证张脚的输出环境 那么就能打出大概这样的占包 那么假如说我这个队伍的表现 跟这个泰卫顿 好着盾来说 呃 基本上差不太多的情况下 我干什么 非得把识别三日还有挂骨疗毒给这队呢 我就用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了 就是底配 底配就是只切冰刃 就是可以的 那么就是考验操作嘛 你最开始想玩太尾盾 不就是想让呃这个腾甲盾不怕火吗 那么实际上来说 所有的路训测下来都不太行啊 就是都打不过呀 那么还是要躲着火去走 那么就真的不如把好技能给一个设计工杖 一个标准的T0队伍 然后腾甲盾就用这种垃圾战法 用四面楚歌 用净化 这样就是我的理解 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讲了鼠弓的减配 鼠盾的减配 然后盛气灵敌的有关队伍的一个减配的问题 然后又讲了鼠枪的一个配置的问题 鼠枪配置分为有盛气的配置和没有盛气的配置 没有盛气的配置就是机型阵的问题 那么主要就是机型阵比齐静阳没有好太多的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又讲了一个司马懿的和张角一个腾甲的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这个视频所总结下来的 那么尽量的去玩这样的一个减配 才有更大的空间去给大家去探索新队伍 有一个技能的一个释放空间 那么这个视频我觉得我是倾尽全力 绞尽脑汁的去给大家讲 给大家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创造新队伍的一个环境 那么就是说所有战法哪些是能下下来的 哪些是不能下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取舍问题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